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全球竞争力排行 台湾从去年第七名退到第十一名 对此金建惠主委管中民表示 这是对政府最大的一个教训 台经院则认为政府在施政方面应该要内外均衡 对经济才能有效帮助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13年全球竞争力评比 台湾教训年华落四名排名第十一 在四大指标当中与2012年相比 经济表现和基础建设分别为第十三十二名 都退到第十六名 政府效能则是第五降到第八 企业效能下滑最多从第四名退到第十 我想这是对我们政府最大的一个教训 不能只以自己进步为满足 要进步的更多要放在国际的尺度上比较 我们最近的消费事实上反映了我们的政府 可能在内部的施政上还在加把劲才能内外均衡 要不然你只顾外面没有顾到里面的话 自己的消费往下掉 对你的经济绝对不是好事 台湾全球竞争力衰退 国内景气也不乐观 台经院公布四月景气动向 受国际景气超前半导紧张和H7N9疫情影响 出口较去年同期衰退1.88%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景气气候也较三月下滑 只有电信服务业较为乐观 虽然说二三月遇到一点乱流 但是感觉起来它事实上掉的幅度 没有像去年这么大 也慢慢的在回温 我们还是要波波为营 文扎文打 才能保持我们这个原来对3%以上的一个预估 打破我们经济 台湾景气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回温 考验政府的智慧与决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正强 卢天长 沈桂桐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市民在这两个月 权预定的节目